接近清晨才抵達台灣的NBA球星林書豪 凌晨就到101附近的戶外籃球場跟台灣球迷見面 而今天上午林書豪透過記者會跟台灣球迷問好 他也收到贊助商贈送的布袋戲史燕文大型人偶 這次是林書豪首度以胡仁隊球星身份來到台灣 記者會上他幾乎全部都是用中文來回答問題 他說加入胡仁是很好的機會 他也很期待跟Brian的合作 林書豪預告這次在台灣期間 將會帶給台灣球迷很多的驚喜 昨天他從抵達桃園機場開始 就受到台灣球迷熱烈歡迎 還到了101附近的球場跟球迷互動 記者會上贊助商代表特別送上了布袋戲代表人物 史燕文人偶 林書豪還特別擺出了一樣的姿勢來讓媒體拍照